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进入LBO模型的第二讲 在上一讲呢我们介绍了LBO的一些基本知识 然后把Excel搭建LBO模型的具体操作呢开了个头 这节课呢我们将会继续来看一下 使用这个Excel搭建PRE-LBO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 以及在LBO模型中如何输入关于交易结构的一些假设 OK,那么我们上节课呢 关于这个资产负债表这块 已经把模拟2018年的资产负债表这一列公式填写进去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预测期内资产负债表的预测来填写完整 那么这个具体的预测方法呢和我们之前财务预测模型张姐讲的方法是一致的 我们一行一行的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这块 我们暂时留空 然后应收账款这块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个应收账款等于 营业收入 除以360或者365 这个看你假设一年我多少天 然后乘以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存货也是采用类似的方法来进行预测 只不过它是基于这个营业成本 然后预测账款和其他流动资产 这里我们是假设它占营业收入的1% 然后固定资产这一项比较特殊 它是等于上一年的固定资产 加上本年的资本支出 然后减去本年的折旧 这里尤其要注意一个正负号的问题 再加上这个本年的资本支出的时候 因为现金流量表这边 资本支出这一项是作为一个负的现金流 体现在现金流量表上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固定资产的计算公式当中呢 就要减去这个现金流量表当中 资本支出这一项 然后往下 无形资产也是采用类似的方法来进行计算 本年的无形资产 这边无形资产的构建 我们是假设它是不存在无形资产构建的 然后减去这个当年的摊销 然后接下来商誉 我们假设它保持不变 等于这个模拟2018年的数额 在实际生活中呢 我们会对商誉每年进行一个减值测试 如果出现减值的迹象呢 那就要对商誉具体减值 这边呢我们简化处理 假设这个不存在商誉减值的情况 其他资产这一块 我们没有具体的信息来了解 这个其他资产包括哪些项目 所以我们简单假设它等于这个模拟2018年的数额 在我们建模的过程当中 如果遇到这些不明确的项目 我们可以简化处理 假设它等于这个初始年份的数额 保持一个平的这么一个趋势 或者呢也可以假设它等于0 如果这个项目的数额不是特别大的话 那假设它等于0 也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当然如果这个项目数额比较大 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的话 那另当别论 我们有可能会向这个卖方 就这个项目提出一些疑问 请他们提供更多的资料 来为我们进行估值提供依据 然后下来总资产 等于这个流动资产 加上非流动资产各项 然后下面负债 应付账款这一块也是和这个 营业成本相关 然后应急负债 这一块我们假设它占营业收入的10% 然后其他流动负债 我们假设它占营业收入的2.5% OK 这个价总得到这个流动负债的总和 然后往下 循环贷款 一直到这个未贪销的融资费用这一块 我们暂时留空 因为这个是和我们的融资结构相关的 然后往下 其他债务这一块 我们没有特别多的信息 然后也是假设它和模拟2018年的数额相一致 然后往下 其他长期负债也是同样的情况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获得关于这两个项目 更加详细的信息的话呢 还是建议大家进行更加具体的预测的 对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项目加总 得到这个总负债 然后往下 所有者权益这一块 这里我们是假设这个标的公司没有少数股东权益和优先股的 那么在预测期我们还是保持这一假设 然后下面 普通股的所有者权益 这个呢等于上一年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年的这个净利论 然后减去 本年的这个股息支付 这里要注意这个股息支付这一项 是以一个负的形式产生在在现金流量表上的 所以要加上这一项 然后另外呢 减去这个股票回购 或者是加上股票发行 这里尤其注意这个现金流量表当中 各项的正负号的问题 然后加总这个所有者权益各项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相加 然后再来检查一下这个资产负债表是否配平 这里我们发现这个资产负债表是没有配平的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把现金和债务相关的各项铁写进来 然后往下 这个因为之后我们需要搭建这个现金流量表 所以我们现在先对这个进营运资本这一项进行一个计算 我们看到这个18年初时的进营运资本已经帮我们计算好了 等于这个应收账款加上存货 再加上应付账款及其他流动资产之和 减去这个流动性负债各项之和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公式考过来 然后这个进营运资本的变化 我们也可以计算一下 注意这里我们把这个进营运资本的增加 以复数的形式表现出来 就减进营运资本的增加 那第一年的数据计算好之后呢 我们选中第一年这一列 然后 Ctrl 复制到以后各年 OK然后资产负债表 主要项目预测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金流量表 这个搭建preIPO模型的这个第三步就是搭建预测期间的这个现金流量表 当然债务相关项目除外 这个现金流量表当中大多数项目呢都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计算得到 然后这里需要提一下的呢 是杠杠杆收购当中 贷款或者是债券契约当中一般会对这个股息支付和股票回购有一系列的限制条款 限制公司在有能力支付这个利息和偿还本金之前把这个企业的资金分给股东 在我们的模型当中呢我们是假设标的公司在偿还这个高收益债券之前是没有支付股息或者是进行股票回购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现金流量表的具体预测 首先这个经营活动现金流这一块 净利润 我们把它链接到这个利润表的最后 然后在净利润的基础上要加上一些非现金性的项目 包括折旧摊销以及融资费用的摊销 这个第一个摊销是指这个无形资产的摊销哈 然后融资费用的摊销这块呢实际上是算在利息费用这块的 看到这里 这个总利息费用上面有一行是这个融资费用摊销这块 这块呢也是这个非现金型的一个项目 这块我们暂时留空吧 然后 往下这个 呃 营运资本变动 呃 这个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把进营运资本的变动计算出来了 呃 我们直接把这个进营运资本的变化应用过来也也OK 再次进营运资本的变化应用过来也OK 再次进营运资本呢 增加和减少应该是和我们刚才在资产负债表当中计算出来的这个数额是一致的 然后进活动现金流 就等于这个 进利润加上非现金型的各项 然后加上进营运资本的变化 然后往下来看投资活动现金流这块 首先这个资本支出 这里呢我们是假设这个资本支出等于营业收入的2% 注意这个资本支出是一个负的现金流出 注意正负号的问题 然后其他投资活动 这一项呢我们就简单假设这一项等于在各年等于0 但是大家也可以把这一项的假设放到这个 假设1这个页面来 这都是可以的哈 这里因为我们想把这个各种情形下 其他投资活动这个现金流都假设为0 所以就简单处理了一下 在这一行直接输入了0的假设 然后往下 融资活动 这块我们是留空的 然后其他债务这一项呢 刚才我们也进行了假设这个 然后往下 股息和股票发行这一块 我们都假设了它在预测期内是保持为0 不变 然后融资活动现金流 由上面各项加总得到 本期现金的一个经营的变化呢 就等于我们刚才计算得到的这个 经营活动现金流 加上投资活动现金流 再加上融资活动现金流 期出现金余额呢 我们把它链接到资产负债表这边 2018年模拟资产负债表的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这一项 然后期出现金余额加上 本期现金的变化 等于期末现金余额 得到这个第一年的预测之后呢 我们选中第一年这一列 然后Ctrl R 复制到以后隔年 那么在完成了现金流量表 主要项目的预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三步 也就是填入交易结构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对收购对价进行一个假设 因为这会作为我们确定融资结构的一个基础 那这个收购对价呢 我们可以分为标的公司是上市公司 还是非上市公司 这两类来进行预测 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呢 我们可以首先对它的每股股价进行一个假设 这个邀约的每股的股价呢 可以在市场股价的基础上 加上一定比例的溢价来进行预测 那这个每股股价乘以一个稀释后流通在外的股数 就等于这个股权价值 这个稀释后流通在外股数 我们上节课也给大家介绍过 等于这个基本股数 再加上所有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转换为普通股所带来的新增股数 如果是这个期权或者权证的话呢 我们通常采用这个库存股的方法 也就是假设公司对价内的期权和权证 按照执行价格出售给这个持有人 然后再用所得的资金呢 从市场上回购股票 那这个期权和权证产生的新增股数呢 就等于这个邀约价格或者市场价格 减去行权价格乘以期权或权证的分数 然后除以市场价格或邀约价格 我们这里是针对这个标的公司计算 这个稀释后股数的 所以是采用这个邀约价格 然后如果是对于可转换债券呢 我们这个新增股数的计算方法呢 就等于价内可转换债券的金额 除以这个转换价格 OK 然后上市公司得到这个股权价值之后 加上标的公司的总负债 加上这个优先股 然后再加上少数股东权益 再减去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就得到了这个企业价值 那如果标的公司是非上市公司呢 我们一般可以先对这个 EBETA倍数 就是企业价值除以这个EBETA了 进行一个估计 当然这个是可以通过参考 这个可比交易 他们的估值倍数来进行一个预估 然后这个EBETA倍数乘以最近12个月的EBETA 那就等于公司的企业价值 然后减去总负债 减去优先股 减去少数股东权益 再加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就得到了公司的股权价值 然后接下来 对这个收购对价进行了预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对价 来大致对资金来源及用途 以及这个融资方法 进行一个预测和计算 这个资金来源及用途表格 我们在上一节 关于这个并购模型的课程当中 我们也涉及到 总体来看 这个资金来源的总金额 必须等于资金用途的总金额 资金来源呢 可以包括这个债务融资 像这个循环信贷啊 定期贷款ABC 然后高收益债券 加成加层融资 以及其他债务融资工具等等 然后另外呢 还包括这个投资人的资金 这是作为这个股权融资的方式了 然后另外呢 还包括这个标的公司 账上多余的现金 这是指这个可以用来 对标的公司 现有债务进行一个 偿还的这部分现金 然后资金用途这块呢 包括这个标的公司的股权收购价款 然后偿还标的公司现有的债务 还要是支付这个 并购债务的融资费用 另外呢 也包括这个交易的估稳费用 以及其他费用 包括支付给这个 投行 律师 审计师的一些费用等等 那这个资金来源及用途的表格呢 会作为我们填写 资产负债表当中 调整项目 这一栏的一个基础 那下面在我们填写这个调整栏之前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商誉的计算 因为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调整项目之一 商誉呢 我们上一节讲这个并购模型的时候 也介绍过 商誉是交易价款超过标的公司 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的一个差值 有的同学可能有过疑问哈 LBO模型是分析这个标的公司 在收购之后的情况 那怎么还会产生商誉的现象呢 商誉不是应该是在合并报表当中才有的吗 那其实呢 在搭建LBO模型的时候呢 我们是设想成立一家 NUCO一家新的公司 来收购标的公司 我们叫它OPCO 这个NUCO呢 仅对交易进行融资 并不持有任何经营性的资产 然后这个NUCO持有的所有现金呢 都用于向标的公司 员股东支付这个交易对价 以及偿还标的公司原有的这个债务 那么在右边这张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NUCO持有的收购资金 有部分呢 是用于偿还标的公司原有的债务 然后剩下这部分收购资金和这个标的公司 所有者权益它的供应价值 而且也就是这个标的公司可辨认金资产供应价值了 它的差额就是一个溢价 这溢价呢 就形成了这个合并公司层面的商与 另外在合并公司层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产这一块 是等于这个标的公司原有的经营性资产加上商与 当然这个经营性资产也是经过这个交易结构的一个调整的 然后在负债这一块呢 是等于这个标的公司原有的这个经营性负债 加上由于这个并购交易产生的新的债务 然后所有者权益这一块 这个在交易后标的公司原有的这个所有者权益 是在资产负债表上面消失的 而以这个Nuco产生的新的股权 来作为合并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这一块 然后另外这个交易后标的公司的原有负债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 这个也是进行了偿还 所以不会出现在这个合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面 在我们的Excel的LBO模型当中 为了简化这个计算过程 我们假设这里可辨认净资产的这个账面价值 等于它的这个供应价值 我们就不对固定资产物性资产 有可能按照供应价值进行这个调整来进行假设了 这个LBO模型过于复杂 不利于大家进行理解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调整项目 总体上包括哪些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个商誉这一块 在资产负债表上面呢 我们需要加上由于本次并购交易产生的商誉 同时呢减去标的公司资产负债表上面原有的这个商誉 另外呢对于资产负债表上面各项 需要按照这个供应价值来进行调整 上节课我们也介绍了 一般包括这个固定资产价值调增啊 然后这个确定新的新增的无形资产啊 然后包括这个对相应的这个地盐所得税负债 进行一个确认 然后在我们本杰克当本杰克的LBO模型这块呢 我们就假设这个不需要对供应价值来进行调整 作为做一个简化处理吧 然后并购债务这块呢是需要加上新增的这个并购贷款 同时减去标的公司原有的这个负债 然后再减去标的公司账上用于偿还原有负债的现金 然后所有者权益这块呢 我们是需要减去标的公司呃 原先的这个呃 股东权益 然后再加上呃 新投入的股本 这个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个呃 合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简单示意图上也给大家介绍了 所有者权益这块啊 是会变成这个呃 新的新投入的呃 股本这一块 然后呃 关于这个呃 交易产生的各项费用 这个呃 并购交易的顾问费用 是从这盈余攻击当中进行一个扣除 然后呃 呃 并购呃 贷款 或是并购呃 产生的债券的发行费用呢 或是叫叫做融资费用呢 是作为呃 并购债务的一个抵减项出现在资产负债表当中的 呃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呃 Excel当中的各项操作 应该如何来进行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呃 请大家打开这个假设二这一页 关于这个交易结构和融资结构的呃 假设页面 首先来看一下收购价格 这个假设呃 呃 这里我们是呃 标的公司是这个上市公司 所以我们首先假设这个每股要约价格是16.5元 呃 然后呃 完全息事后的流通在外股数 这里我们是进行了一定的计算 首先这个基本股数是呃五千万 然后呃 呃 公司还发行了一些呃 呃 旧息事性的潜在普通股 包括这个期权和可转换呃 呃 证券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期权这块 价内期权的分数 呃 呃 那我们这里使用一个if函数来进行计算 如果这个行权价格 小于 这每股要约价格 那么这个价内期权的分数就等于 期权分数 否则的话呢 就等于零 我们看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期权 它是价内期权 行权价格15.5 是小于这个每股要约价格16.5的 所以它是一个价内期权 而第二个期权 它行权价格是17 是高于我们的每股要约价格 所以它是一个价外期权 那呃 假设这个行权 行权之后 公司可以得到的收益 那就等于 价内期权的分数 乘以这个行权价格 这儿呃 其实没有第三个期权 但是就是呃 出于这个模板的需要吧 我们还是把这个公式先填写进来 这样如果发现公司有其他的这个呃 价内期权 或者其他的期权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进来 然后这个可转换证券这块 这个转换价格是呃 每股16元 然后现在发行的可转换证券 呃 数是呃 2000万 注意这儿的单位是百万哈 然后这个转换比率呢 就等于 这个债券的呃 呃 票面金额1000 除以 转换价格 16 然后呃 新股数量呢 我们还是使用这个一个 if函数来 进行计算 if 这个 转换价格 小于 每股要约 每股要约价格的话 那 新股数量就等于 可转换证券的总的金额 除以转换价格 否则的话呢 等于0 呃 呃 那在我们的模型当中呢 这个呃 呃 呃 股数的这个表格 已经自动帮我们 把相关的数据连过来了 呃 呃 这个完全西市后 流通在外股数呢 就等于 这个呃 基本股数 50 加上 期权和可转债 产生的新增股数 然后每股要约价格 乘以这个呃 西市后股数 就等于股权收购价格 呃 然后再加上呃 呃 公司 标的公司的总负债 这个呢 是需要链接到呃 呃 资产负债表当中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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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项 这一项 然后再加上优先股 股 这里我们标的公司呢 是不存在优先股的 是 所以这一项是零 然后再加上这个 少数股东权益 这一项也是零 然后呢 再减去 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 然后呃 股权收购价格 加上这一系列的调整项 等于这个企业价值 在对这个呃 交易对价进行假设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填写这个资金来源 及实用表格 整体的结构和我们刚才介绍的是一致的 我们这里假设了三种不同的结构 主要是依据这个呃 债务融资的方式不同 呃 来进行的区分 首先来看一下资金用途这一块 股权收购价格可以链接到我们刚才计算出的呃 数额这一块 这个在三个融资结构下都是一致的 然后偿还标的公司呃 现有的债务 这个我们链接到资产负债表当中来 然后呃 融资费用这一块呢呃 呃 这里我们需要来进行一些计算 呃 我们看到下面有一个呃 呃 融资费用的详细计算表 这里是对呃 呃 我们的债务融资 包括这个循环贷款 以及呃 定期贷款AB和高收益债券 分别进行了呃 融资费用的一个呃 计算 呃 这里呢 我们是使用了一个处残数 来控制当前选择的呃 融资结构 呃 融资结构的这个选项 开关呢 我们是放在了交易总结页面上面 这样呢 便于我们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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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的呃 呃 假设进行控制 同时在这个呃 呃 交易总结页上面呢 我们也是呃 呃 呃 对于 呃 当前选择的这个呃 呃 融资结构使用了一个处残数来进行选择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公式 如果这个 选项这一块融资结构选的是1 那么就代表选择第一种融资结构 呃 如果是2或者3的话 一次类推 那么回到这个呃 呃 融资费用计算表格 我们把这个各项呃 呃 债务的规模链接到交易总结页面上面来 然后呃 呃 费用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交易呃 呃 贷款的规模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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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资金用途表格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呃 融资费用这一项给呃 链接过来 这样呢 这样呢 就可以计算出总的呃 资金用途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这里的其他费用呢 是指其他呃 呃 交易顾问费用 包括支付给投行啊 呃 律师 或者是省计师的一些费用 呃 然后在呃 资金来源这一块 我们来看剩下的一项就是这个呃 呃 权益资本投入了 那我们使用这个总的资金用途这一项 减去其他的资金来源 呃 这里注意呃 呃 这个循环贷款呃 呃提取 我们是假设在交易完成时提取只是0 可以 稍二 四 二 OK这样的话呢 资金来源及用途表格我们就填写好了 然后在这个融资费用这块 我们顺便来计算一下融资费用在以后各年的摊销 因为这个也是和我们的融资结构直接相关的 首先来看年期这块 我们是在债务安排这个页面 对各类贷款的这个年期进行了一个假设 我们直接把它链接过来就可以了 循环贷款和定期贷款A 都是6年 然后定期贷款B是7年 高收益债券的年期最长 是10年 然后各项债务的融资费用呢 都必须在他们各自的年期之内进行摊销 我们使用一个IF函数 来控制进行摊销的这个期限 注意要对相关的单元格进行锁定 要不然我们Ctrl-R向右拉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系列的错误 就会发生了一个比分钟 然后这个每年 融资费用探销的金额呢 就等于以上各项之和 完成了第一年的数额之后呢 Ctrl R复制到以后各年 OK 然后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假设2 关于交易结构和融资结构的假设页面 那下面呢我们来对这个资产负债表 调整项进行一个链接 首先来看第一个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这块 我们需要减去标的公司账上用来 偿还这个原有的债务 这一块的金额 账上资金 作为这个资金来源这一项 25 接下来营收账款存货 预付账款及其他流动资产都没有变化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这一块呢 因为我们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假设 假设这个 没有供应价值调整这一项 所以这块我们不调整 当然如果在实际项目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有到 有关于这个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它们供应价值调整的数额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整假设 然后下面商誉这一块 我们是需要减去标的公司原有的商誉 然后呢 加上由于本次交易产生的新的商誉 等于这个股权收购价款 减去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这里我们暂时不考虑 这个供应价值调整这一块 然后往下 流动负债没有变化 然后交易债务这一块 循环贷款 定期贷款等等 我们链接到交易总结页面的 资金来源这一块 这块顺序一样 我们可以直接往下拉 然后原有的定期贷款 我们是对其进行一个偿还 团案链接到这个资金用途这一项 注意这里我们是选择把它链接到这个资金用途这一块的 偿还债务金额这一块 为什么这么做呢 是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我们假设偿还的并不是全部的债务 而是比如说50%的债务 那么资金用途这个表格当中呢 就会显示是50%的原有的定期贷款 而如果是直接减去资产负债表上原有的定期贷款呢 就会发生一些问题 这个注意一下 然后高收益债券 同样链接到资金来源表格当中 然后接下来这个未摊销的融资费用 我们是把它链接到资金来源表格当中 融资费用这一项 注意它是以一个债务的抵减项 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的 然后往下 所有者权益这一块 首先需要减去标的公司 原先账上的所有者权益 然后加上新投入的股本这一块 当然需要减去交易的顾问费用 OK 然后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资产负债表调整项目的一个填写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模拟2018年的资产负债表 也是配屏的 下节课呢 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完成这个POST LBO模型的搭建 然后呢 一起进行这个LBO的一个分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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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